第一个,它有三个 三个部分你要给它 第一个就是说呢,我们的初始值 那初始值的话呢,我预设 因为我在上面宣告一个int i 那这个i的值呢,初始值从0开始 所以你进来的话,第一次会从0开始 那条件的话呢,要进入回宣的条件呢 就是i小于等于6 所以也就是当i这个数字呢 它小于等于6的时候呢,就会进入回宣 那第三个是步进方式 就是说呢,后面是加加 加加的话就是加1的意思 那我们0在第二次就12345 到第六次的话,会不会进入回宣呢 会,为什么 因为这个地方呢,有什么呢 有等号 等于6的话,也会进入回宣 那如果说呢,到第七次的时候呢 i如果等于7的时候 那因为它已经大于6了 所以不会进入回圈就跳开了 跳离回圈 那跳离回圈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后面有一个阵列加上一个回圈之后 那如果说我要产生乱数的话 那这边题目有要求 一定要用什么?用那个mass 所以这边的话呢,我们会利用一个叫mass.randon 那mass的话呢 在java的这个lex的这个套件里面 会有这个mass的一个类别 那这个类别里面会有个方法 叫randon 这个方法它会产生什么呢? 它会产生一个乱数 那这个乱数,其实如果各位不知道也没关系啊 其实这边有个简单的方法 将来各位在使用eclips 为什么要eclips来开发呢? 其实道理很简单 你如果点下去,你打一个mass 点之后的话呢 假设你忘记那个方法名称 可是你只记得开头的话也没关系 像我都记r开头,你就点一个r 打一个r之后的话你会发现呢 它会怎么样呢? 它会自动帮我跳出r开头的相关的方法出来 那其中当然我们找到randon的这个方法 那你会发现哦 java在eclips开发有个好处就是 你游标如果放在哪一个方法 后面也会出现什么呢? 出现相关的说明出来 那这个说明其实就是让你了解 这个方法要怎么使用 比如说呢 我不知道说这个randon方法呢 到底它能够帮我产生什么东西 其实它已经有给我们答案了 它这个答案就是说呢 它会产生什么呢? equal to 0 and less than 1.0的一个数字 也就是说equals 就是说呢 它这个乱数会等于0 但是呢 会怎么样呢? 小于1 所以这个乱数会是0到多少呢? 到1之间 但是不会等于1 也就是0.9999 就是最多就是只有到0.999 但是会等于0 是0.9999 是0.9999